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真得饶了 圈哥做一道东北下饭菜 鱼炸酱豆腐 现在这鱼炸价格非常昂贵 鱼才八块钱一斤 鱼炸已经卖到二块钱一斤了 咱们鱼炸买回来之后 鱼泡变成那个鱼油 一定要去干净 而且鱼籽还有鱼板 附近的这个黑色黏膜 还有血块 还有鲲鱼的鱼鳞 一定要清洗干净 圈哥这是已经处理好了 这些鱼炸的圈哥花了25块钱 然后用牙签 把鱼泡里边的空气给它排出来 然后家里边吃饭的钢汁 把豆腐换成块 不规则的形状 不用太大 换完先放到马豆腐里边 用汁换好的豆腐 咱们做好之后 豆腐会更入味 鱼炸酱豆六头也非常简单 大蒜准备两半切片 生姜切片 然后再切点大葱 葱中间破一刀 斜刀切片 干辣椒准备两根 切成段 用手把辣椒籽都抓出去 这种辣椒放两根起不到辣度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腥的 跟这个葱香蒜放在一起 水烧热 咱们下入鱼炸 加入15块高度白酒去腥 咱们做鱼炸这道菜 最好是放白酒 因为白酒去腥的效果 要比料酒好很多 其实鱼炸这种食材 好吃是好吃 但是做不好 它腥味就大了 腥味一大 咱们就不爱吃了 所以说 这个鱼炸的初加工啊 非常关键啊 大家伙一定要认真 仔细的观看视频 绝对会让你有所收获啊 咱们鱼炸下锅焯水的时候啊 不要用手刺 来回这么活了啊 用不着活了 轻轻的推两下 把鱼炸推散 让它受热进去就可以 你来回这么推 容易把这个鱼指啊 推碎推散 这样成品的效果 它就不好了 会有影响 水烧沸了啊 咱们呢 先不着急关火 把锅里边的浮沫撇除干净 咱们煮两分钟三分钟的 这样去腥的效果会更好 哎 鱼炸下锅水烧沸 吃个煮了三分钟 然后把鱼炸先倒出控水 把锅提前溜好 咱们放点猪油 放点猪油 能更好的去腥增腥 把油烧热 咱们放入鱼炸 哎 鱼炸刚下锅 咱们先不着急翻弄它啊 咱们变化大炒的位置 让这个油啊 把这鱼鸭都煎到了 让它受热均匀 哎 然后晃动晃动大炒 把鱼炸的水气给它挥发出去 这样曲形成现的效果会更好 下面煎至一分多钟 哎 咱们把鱼炸翻过来 再煎至另一面 哎 再继续晃动大炒 鱼炸的另一面 也煎至了一分多钟 咱们呢 把鱼炸先倒入控油 另起锅 咱们放点猪油 再放点花生油 然后把葱姜蒜 干辣椒段 放锅里边 把料头炒香 料头下锅炒至40秒左右 咱们放入东北的熟酱 哎 把熟酱炸香 炸出酱香味 咱们放入鱼炸 这烹入5克白酒去腥 哎 晃晃晃晃大炒 冬古一瓶现酱油 加入15克 提味增鲜 再放入大豆腐 翻过来 哎 这时咱们顺锅边 加入一罐啤酒 300克啊 这一罐是300克的朋友们 咱们就不加水了 放入一罐啤酒就可以了 汤上废之后 咱们调成中小 小火 哎 多炖一会儿啊 把这个豆腐和鱼炸炖入味儿 然后简单调味儿 加入胡椒粉2克 去腥增香 鸡精 啥克 增鲜提味儿 经常要少放啊 加入2克就够用了 因为黄豆酱和酱油都有咸味儿 经常饭多了 它就咸了 它就咸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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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